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来我有一个朋友去找 prioritize 这个朋友跟他比赛 逆跑 沒有啦,發生車好,他好了之後去跟阿公 阿你阿公呢?說我阿公不去了,回去了 他也說什麼時候,我就跟阿公立志 結果他跟阿公,我就是因為你阿公,我才會發生車好 他這樣跟阿公,我跟阿公有關係,你發生車好 他說我就是在保一個地方 看到你阿公,給兩個老伙子,以下都穿豆袍,是做什麼 他這樣跟阿公,我說阿那個時候,他就已經過世了 我就是看到他,我頭要看他,所以沒有去煮油的頭前車,他就車撞到 後來,經過不幾天,他又卡電來找我,他說你帶我來明王宮 阿公,阿公,他又幫忙幫忙,我說我等我沒用,好,我才把你帶來 結果他走到門口,開始,路已經一直埋起來了 因為他們,我們也不能說,他們走路的人,有他們的比較特殊的感覺 然後,他走到門口,站在這裡,跟我說,就是他,有那個口氣聽下去會怕人 對,他就,這個路做,他就在公平,說就是他,就是他們兩個把他帶走了 我那個時候,他聽他這樣,整個都去煮油的火,包括現在也一開始 整人家煮油的火,一直去一起來 後來,他跟我說,一位,你放心,你們都是去給老祖祖祖祖的 他就像是人家煮油的走路 各位觀眾朋友聽到這邊,您是否覺得板橋廟雲宮的王禪老祖 是如此的慈悲與人心呢,以及神威廣大 而此時,板橋的廟雲宮,因為已經有五十多年的歷史 又因為王禪老祖在聖誕千秋大典前不斷託夢給眾位幸福 只是廟宇破舊,需要重建千廟,但是老祖所選之地又恰巧剛好在新板特區 三鐵共購,五路交匯的絕佳好材穴,這到底是存在著什麼樣的機緣呢 我覺得說,其實像我們就會講說,新板特區五鐵共購嘛,對不對 那我覺得說呢,廟雲宮呢,它也是五條路上的中間的一間廟這樣子 那這間廟呢,我覺得為什麼會設在這裡,我覺得也是很神奇 因為板橋呢,從以前三萬人的時候,一直到現在五十六萬,將近六十萬的人口 我覺得應該是老祖會覺得這一塊地,地靈人節,然後風水好 所以才會選在這裡吧 我相信呢,其實宗教是人不可或缺的一個心靈的依規 那不是只有我父親或是說,我有這個責任來為他來做這個重建 而是說,所有的居民都應該為這種信仰中心,信仰的重鎮來設想他的未來 因為未來他將會帶給人們,是一個精神上,一個心靈上面的寄託 然後而且我覺得說呢,其實板橋人口這麼多,大家有的時候難免會遇到挫折 難免會遇到一些自己無法去解決的事情 那這時候我覺得說,就是寄託於神明的幫助 以及他能夠給予我們很多精神力量,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會於板橋後補黃金地段的精華商圈,擁有五十多年的宮廟歷史 佔地四百餘坪的板橋廟雲宮 即將於今年改建成為板橋商圈,美輪美奮的莊嚴廟宇 與全台王禪老祖的信仰中心 前程歡迎各方善信大德與地方人士前來結善緣,植福田 更希望全台灣從南到北,虔誠敬拜的王禪老祖的信仰 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用每一位信仰最虔誠的誠心 一起來為板橋廟雲宮,王禪老祖的開機廟來打拼 因為我們幫助廟雲宮,我們幾國仙書,王仙老祖的祖廟 現在還要重建發揮,還是要重建基金 所以如果我們幾國仙書,王仙老祖的祖的祖兒 我們的祖兒祖孫,或是我們先人信仰 我們每個人就人手牌手,來收聽,到腳手,到牛 讓發揮,需要重建基金,廟的重建基金 另外我們廟人說,也需要兩條、重量的電力和一些拼杜 這些拼杜也需要觀眾朋友,你們有在這裡拜拜 大家來稍微聽一下,特別我們拜祖愛台灣的 有關我們板橋廟雲宮,幾國仙書,王仙老祖 還有很多精采的內容,請觀眾朋友繼續給它鎖定